欢迎来到雨说体育 今天护人战胜了太阳赢了对方7分 而且是在第一节比赛曾经最多落后对方21分的情况之下 完成的巨大分岔的逆袭翻盘 可见护人队今年确实是任性十足 在落后情况之下内心当中绝不慌乱 当然这个也跟雷迪哥信帅上任之后 对于护人队的改变息息相关 现在的护人队不再像过去是詹美组合的时代了 你要说这支球队有没有头牌的话 有那只能是一个 那就是农眉哥 农眉在场上是无可匹疑的 整个球队绝对的攻击重心 他的进攻队单打这方面的战术配比 给的是推的最极致的 也就是说什么 现在的护人更像是一个重心拱月的球队 而这个月就是农眉 其他那三个点 包括勒布朗詹姆斯在内 他小李福斯在以及拉塞尔 他们都是更多的多点撤动的方式 争取把农眉他个人的进攻实力发挥到极致 詹姆斯因为年事已高年龄增长 所以雷迪哥对于詹姆斯体能方面的消耗 有了更进一步的保护 他不再像过去那般在进攻队承担那么大的重担了 现在的詹姆斯绝大部分比赛时间 甚至他的出球机会都是比较有限的 当然不是说詹姆斯无法出球 而是说他的体能有限 那么你就必须得合理分配 才能够好刚用在导刃上 你比如说 之前一场比赛面对深狼 詹姆斯就分别是在比赛的要紧关头 站出来展现了自己一下残存的身手 仍然是余为尚存的 而今天这场比赛同样如此 你一看赛后的正父子 詹姆斯也同样在队内摇摇领弦 这就是詹姆斯的价值 他绝大部分比赛时间都作为一个侧应 以及中轴脸 通过自己的篮球智商和这种特殊的 把握比赛走势的能力 起到类似于四中口里那种 酷无引力般的发挥 绝大部分时间 他是放大了资深的欠制力 为队友做加益 如果说到了关键时刻 自己因为之前那种打法 相对来说比较节省体力 也能够突然一声嘶吼 对方也会抖三抖 所以现在的呼人队 农眉他次序更清晰 就是对内的绝对头牌 勒布朗詹姆斯能够节省更多体力 其他的作为队友 能够更加充分的调动 他们参与比赛的积极性 你比如说小李福斯 今天和上一场比赛 得分都挺高 持球比例也不低 拉塞尔融入到比赛当中 展现自己的传球能力 这方面也比以往赛季 看起来好像更加充分了 自己的主动性也更积极了 所以今年呼人大有前途 这支球队 你别说父子同台 这可能说场外的噱头 各方面会一定程度影响 这个球队 他能让一种集中的精神头 但是硬实力就是硬实力 比赛场上归根结底 还是靠球员 通过一个回合 一个回合 硬打硬拼打下来的 所以呼人队 今年算是激活了队内差不多现有的资源情况之下 推到了一种战斗能量的阶段性高点 至于说有没有短板 目前也有 那就是板特尔西的文审特 还有克里斯蒂 比如说今天克里斯蒂 短短打了11分钟 正负值负值起 周围人都顺风顺水 唯有他一个人连进风局 所以克里斯蒂 后续我感觉实在不行就交易吧 这个球员本身天赋也不突出 根本没有培养价值 你何必把他留在手里 一直断断续续还给他坐上时间 完全就是啃了球队了 没有什么特点的一个球员 防守也谈不上好 金工这块更是一无四处 你说你要他干啥呢 文审特呢 那就跟热火队习惯性的培养了一对 那种二轮秀的诈骗犯一样 来到胡人之后也是一无所长 就这个球员的能力 结合他的薪水 在来帅当中绝对 所上明列前茅的高薪低能 因此文审特最好也被胡人队后续 这个优化掉 如果能优化掉 换回其他的重要的角色骨干 胡人队今年的常规赛战绩 都有可能机身习不前世 目前是有这个架势的 因为你就这种打法的话 非常合理 同时又不乏爆发 基本要哪有哪 所以太阳输球那就很简单 太阳上来三本斧 比赛开始的时候 因为各自他体力都比较充沛 那可能说打得很好 但是越往后打 打得会越差 再者一点 这种单打独斗的打法 非常伤团队的气势 我感觉太阳队打这两场比赛 你要说平一干也没比 不是连续凯加高分杜兰特 而是阵容当中的布拉德里比尔 因为比尔这几场比赛打得非常冷静 比如说今天这场 在第一节 曾经最多领先21分 是靠谁做到的 布拉德里比尔做到的 他领军版正习情况之下 球队运转非常丝滑流畅 比尔也不那么强调自己的 单打独斗对于比赛的影响 而是充分将个人的影响 释放到团队当中的角色球员身上 当时的角色球员 每个人嗷嗷叫 攻防两端都展现出来了特殊的能量 就与太阳队在首发三拒头聚在情况之下 完全不同的比赛风格 结果这种风格拿捏了虎人了 虎人防守起来也是愈发不适用 结果后来布克和杜兰特 他俩纷纷批瓜上阵之后 又是开始轮流挡杆了 只要一轮流挡杆 这个球队那就是一盘闪杀 他就不是种植成城的 呈现出一个整体的那种攻防架势 这样一来 你越打肯定是越磁力越被动 所以最终太阳就数了 恭喜湖人 今年湖人队还是颇有看点的 希望湖人队能越走越远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